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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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勇皮是300至500左右 纤维皮是100元左右 羊毛皮大概是250元左右 从皮的价格来看 纤维皮和棉花是最高的 好会不会价格最贵的皮 火面效果就完美呢 我们将用实验来证明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面前有五张皮 分别是纤维皮 棉皮 羽绒皮 羊毛皮 和蚕丝皮 我现在将它们统一地放在这个桌上 在同样实验的条件下 我还准备了大小一样的五个皮 里面将会与我们人体温度一样的 37度左右的热水 等会我将这些皮分别地放在棉皮里面 看看它的保温情况是怎样的 经过測温 我们将37.9度的水瓶放入纤维皮 然后将37.2度的水瓶放入棉花皮 将37.4度的水瓶放入羽绒皮 以及将37.7度的水瓶放入羊毛皮 最后将37.5度的水瓶放入蚕丝皮 我们刚才将检收过的五个皮 分别都放在五张皮里面 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保温情况是怎样的 一个小时之后过去了 我们马上看看它的温度有什么变化 经过一个小时的等待 结果出来了 纤维皮比原来的温度降低了2.4度 面花皮就是降低了1.7度 羽绒皮是降低了1.6度 羊毛皮是降低了1.9度 蚕丝皮里面的温度降得最少 只是降低了1度 保温是比较好的 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是蚕丝皮 第二位的是羽绒皮 第三位的是面皮 第四位的是羊毛皮 最后一位是纤维皮 为了实验的准确性 我们再过一个小时 再看看皮的温度有什么变化 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再次测试温度 纤维皮、棉花皮、羊毛皮 都下降了0.8度 而羽绒皮和蚕丝皮 都只是降低了1.7度 综合两次的实验 我们可以看出 保暖效果最好的 是羽绒皮和蚕丝皮 羽绒因为它融朵比较蓬松 所以空气在里面不流动 那么不流动的空气 它就会形成一个光滥性 纤维皮里面分为四孔、七孔、九孔 所谓这个孔素 是指把纤维的切成薄片 就是剖面之后 那么这里面的孔越多 它保养的空气量是不是越大 那么空气量越大的话 它的保暖性越强 所以九孔被一定会比七孔被强 七孔被比四孔被强 那么不同的孔素 可以适合不同的季节 棉花虽然很古老 但是它的蓬松度和舒适度 以及保暖性也算是比较强的 专家告诉我们 同一个材质的皮 因为工艺的不同 都会有不同的保暖效果 其中鱼蛹皮当中的 发磨蛹就是最保暖的 而蚕丝皮和羊毛皮 就是越蓬松就越保暖 而蚕丝皮就是焦越多越保暖 棉皮就是越厚越保暖 在相写的检测当中 我们就检测了各种不同的皮的保暖性 做測試结果显示 最保暖的就是蚕丝皮和羽絨皮 而且这个价格也买得比较贵 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我觉得盖得最多的应该就是棉皮 而且专家也说 棉皮也是非常保暖的 而且是越重就越保暖 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 盖一些又厚又重的棉皮 因为有安全感 但是最近有人就说 越重的皮对身体不好 会吗? 是不是越终越好呢? 当然不是 如果它保暖又轻薄 盖得舒服就好了 对我所知 老人家就会说 重就会暖 好像羽絨那些 它都不是说重就会暖 到底皮是否越厚越好呢? 今天我们请来了 两位志愿者来做一个实验 欣姐我想问一下 你平时是盖什么皮? 我是盖施棉皮 为什么? 因为是轻的 又轻又暖 那陈先生我想问一下 你平时是盖什么皮? 我是盖棉胎的 为什么? 如果是冷一点 我就会加厚一点 如果不是很冷 我就盖薄一点 我有两张棉多 我们找到了两位志愿者 在测试之前 我们称了不同皮的重量 最后选出最重的棉花皮 和最香的羊毛皮 分别盖在两位志愿者身上 然后分别测量志愿者的心率 血压 血氧含量 看看皮的重量 是否对我们的身体有影响 在我们还没盖皮之前 我们先来测一下麻包心跳 和血氧饱和度的含量 我想问一下 他的血压 心跳和血氧饱和度的含量 是怎么样的? 他的饱和度是96 心率是正式是70 血压是120的67 他的心率是在76到85之间 他的血压稍微有点提高 他是160的97 正常范围之一都是140的90 他的血氧饱和度是99 真的不正常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 人体正常动物 血氧饱和度 是95%至98% 如果是低于这个数值 就会导致身体出现血氧现象 一般表现是 头云 头痛 耳眉 眼花 四肢软弱无力 第二肢有恶心 嘔吐 随着血氧的家重 还会逐渐出现 意识模糊 全身皮肤 水唇 指甲清止 血压下肛 平衡散大 昏迷 最后因为呼吸困难 心跳停止 血氧窒息而死亡 起血重在睡觉过程中 会不会影响人体的血氧饱和度呢 马上进入实验时间 我们先将重复9斤的棉皮 盖在陈大哥身上 然后将5斤左右的羊毛皮 盖在婴姐身上 观察20分钟 看看他们的身体数值 会不会有什么改变 两位次元者盖上了皮 有什么变化呢 通过检测我们发现 盖了厚重棉地的陈大哥 深入血压都有明显的变化 其中血氧含量 被盖起之前明显降低了 而盖了比较轻的羊毛皮的婴姐 心率 血压 血氧饱和度 都是没有变化的 为了实验的正确性 陈大哥和婴姐交换皮来盖 再观察一段时间 看看又会有什么变化 经过漫长的等待 换了轻便的羊毛皮的陈大哥 血氧含量明显上升了 而盖比较厚重棉皮的婴姐 血氧含量就开始下降了 实验证明了厚重的血氧含量 在我们的身体是有影响的 那么对于一些体脂不好的老年人 关心病高血压 或者是一些脑中风的病人 盖比的时候尽量选择 四度不要太厚 因为太厚呢 会使它的热量增加 血氧含增快 有可能血氧呢 有一点改变 心率呢 会增快 这样呢 对它的循环系统 没有好处 专家告诉我们 皮最好不要超过八斤重 冬天的时候 空气流通缓慢 晚上睡觉 不要拿皮 盖住的口和鼻 以免呼吸不畅信 除此 五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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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搞錯 這是什麼來的 一個人不知道怎麼那麼行 哇 哇 怎麼會這樣 大一大 哇 這麼恐怖 你一天幾個小時 八個小時 你知不知道在你八個小時裡面 有多少煤菌 多少滿蟲 跟你一起同床共枕呢 平時我們的床單 很多街坊都表示每個月都會洗一次 如果你可以保持這樣的習慣 就非常之好 但是很多年輕人 是非常之難不會這樣做的 有時會三四百個月洗一次 甚至乎每半年或者每一年才洗一次 一年到尾都是用同一張皮 連曬一下都難得做 最近有媒體報道就指出 如果你的皮三個月以上不清洗的話 就會藏有六萬條的滿蟲 哇 真的這麼恐怖 為了驗證長時間不清洗皮 滿床會不會比一般多很多 我們的調查員阿方 就將會抽查其中一位年輕的街坊 看看他的皮多久 再一次 以及檢查一下他的皮乾不乾淨 全城幸運輪到你生活調查 你家裡 今天看看我們的街坊 他們那張皮的問題 就是這間 不好意思打擾一下 先生 先生 你是否睡醒 是 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生活調查團 其實沒甚麼惡意 就很想精用一下你那張皮 做個實驗 結果調查完詳細的解釋之後 梁先生終於答應了提供一張皮 給我們做實驗 你平時多久是一張皮 大概一個月都不定 一個月都不定 你有沒有這麼勤勤 我媽媽搞定 你媽媽搞定 你有沒有感受到 你忽悔一嫁的滿足蟲 也不會 有空調 真的不敢動 我蒸了你這張皮 蒸了你這張皮 多久 蒸一蒸 不要想念我 不要想念他 拜拜 然後阿東來到實驗室 那究竟三個月以上不浪費 會不會有六百萬隻滿蟲 陪你睡覺呢 我們馬上來驗證這種說法 現在觀察中的就是 滿蟲的一個水妝片 在十倍木鏡和十倍墨鏡之下 放大它的形態 是可以看到它的個體形態的 嘩 現在走來走去 好像整個海鮮都游來游去 真的很噁心 為何這麼多 那些滿蟲 對 因為你的麵皮 那些枕心裡面 它是數以萬計的 那些滿蟲比較 這個就是一小部分 還要是 真的 看到都覺得起雞皮 很噁心 那些滿蟲 這麼少分量 這麼多 爬來爬去 像蟑螂一樣 是啊 滿蟲在肉眼之下 是看不到的 因為它是 零點幾毫米 肉眼是很難看到的 但是在顯微鏡下 就可以看到它的眼睛 就是這隻 是放大了 收快機 這些是放大了 滿蟲 就是 這麼多的滿蟲 如果走進來 我們身體 會不會怎麼辦 它一般就是在皮套 然後枕頭筋 枕心裡面 然後以人體的汗液 皮舌 這些衛生 然後如果它寄生在人體 皮膚上 就會引起 羞氧 皮膚病 過膜 反應這些 引起粉刺 我們以皮的變質來計算 街坊梁先生提供的皮上面 真是最主有六百萬隻滿蟲 如果三個元清潔皮 滿蟲陪著你佼佼豬的說法 一點都沒有誇張到 那既然滿蟲有可能騙舖 整張皮 那當然就有除滿的方法 也不亂生 講到除滿的方法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 拿一張皮出來曬一下 有人就說在曬皮的過程當中 會有整股的焦味 那這股焦味 就是燒烤滿蟲的味道 那除了這種方法之外 有人還會用我手上的這種 普通的洗衣消毒液 進行消毒 另外也都有人會用熱水 進行浸泡 那當然這些都是用得比較多 而且承滿比較低的方法 那現在市面上 就推出了一種叫做 除滿肌的東西 麻煩 後清就說通過 每分鐘2500下的拍打 可以拍走滿蟲 而且這裡還寫著真空清潔 紫外線殺菌和強力拍打 當然價錢也不便宜 要一千到兩千元 那這些不同的除滿方法 到底哪種是最好的呢 下面我們立即開始實驗 調查完將三個月沒有洗的一張戲 剪成四小份 那我現在呢 就要將那一張照片 或者請用作物器 剪四塊樣品出來 那這四塊樣品 我們已經剪好了 那現在呢 我會標上記號的 分別是一二三四 一份放在明亮的陽光下浪曬 一份是使用84小毒水清洗 一份拿55攝氏度高溫的熱水浸泡 最後一份是用除滿肌來進行清潔 大家看到了 現在我手上拿著這一款 就是高科技的除滿肌 那據聞呢 這個除滿肌是靠這個部位震動 那從而吸走一些骯髒物的 比如說可以吸走一些灰塵 細菌 甚至是滿蟲 那吸走的骯髒物去到哪裏呢 等等就去到這個地方 那在震動的時候 還會起到這個紫外線殺菌的作用 哇這真的這麼厲害 真的要死的 我才知道 這些男性也許要死的 其實是要死的 真的要死的 老婆的印象 這單是個孫外 doświad的 好 那剛剛瘋了25分鐘 前時間上升 320度 這兩度沒有死過 用這個除滿肌 來清潔 這張四頭的藥品 我們現在看看究竟是吸出什麼 哇 還有頭髮 還有一些綿水 還有一些灰塵 還有一些黑色的東西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會不會吸出綿蟲 當然即使是吸出的話 我們用肉眼都是看不到的 現在我就會把這個四號的藥品去檢測一下 最後再將使用各不同方法清潔的樣品 分別放在顯微鏡下面觀察 看看哪種方法的除滿效果是最好的 經過檢測人員仔細的檢測以及計算之後 四種不同方法的除滿結果出來了 用陽光亮曬的一號皮單 除滿率是23% 看來最常用的方法效果一般 當然那種皮可能來曬的作用很大 本身那個皮比較厚 曬的時候那個溫度 可能不一定達到裡面的溫度 曬的時候一定是很高溫才可以 陽光亮曬只可以保持皮單的乾燥 但至於要去除滿 太陽光的溫度還是太低了 我們來看看用消毒液清洗的魚頭皮單 除滿效果比太陽亮曬要好是60% 消毒液可能會對滿層有殺傷力 但是有時那個暖 它有產暖 暖不一定死 消毒液有時你殺不乾淨 有時對人可能還有氣味的傷害 消毒液固然可以殺死滿蟲 但是對於滿蟲蟲卵還是殺傷力不夠 而且消毒液假如殘留在皮裡面 對人體健康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早上我們測試了用熱水浸泡3號皮單 除毀率是目前最高的高達92% 我建議拿蟲蟆去用滾水來滾過 一般滾水下去會死的 一般的問題 市民順便那些 最多有80度以上的水來滾 加上量要大 如果水太少 倒下去的溫度就降了 即是打不到殺傷效果 專家說 在60度以上的高溫環境下 滿蟲是無法生存的 最後使用除滿機的4號皮單 除滿率都是順滅熱水浸透 僅僅是55% 難道每分鐘上千指的強力震動 以及紫外線燈的照射 對除滿是沒有效果的? 賺到什麼程度都不清楚 賺到之後 刀要用它清除認得 不清除 那個滿是找一個疊分掣 繼續在那裡躲起來 一樣可以對人產生的危害 紫外線 在一個墨備的環境之下 它會產生臭蝴 即是在墨備的情況下 臭蝴可以殺菌的 但是菌要殺傷力 但是那個效果 即是沒有墨備的 專家告訴我們 滿蟲容易在溫暖潮濕的環境裡 發展 並且是釋發了毛的煤菌衛生 相反假如高溫、乾燥 沒有煤菌的環境下 滿蟲是很難生存的 綜合以上的實驗結果 以及專家的解釋 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陽光浪曬只可以防滿 是不能除滿的 最好的除滿方法 是溫度60度以上的熱水浸效 而最好的防滿方法 就是時刻保持皮單的清潔和乾燥 在今集的節目當中 我們就為大家調查了有關皮的問題 其實在這裡為大家總結一下 皮並不是說越重就越好 雖然重點、厚點的皮可以保暖 但是很容易會導致缺氧窄色 通過了我們的實驗 我們可以知道 最輕盈、最保暖、最舒適的皮 是蠶絲皮和羽絨皮 舒適固然重要 清潔也都是不用忽視的 家裡的皮一定要勤力洗和勤力曬 這樣幾百萬隻滿蟲 才不會和你一起睡的 今集節目就差不多了 最後要提醒大家 記得參與我們的有準問答 今集節目就這麼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